第七题,下一类关于各种酸的叙述何者错误 A,浓硫酸密度大于水,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教过,硫酸是一个密度大的酸 选项B,稀释浓硫酸时,应将浓硫酸缓缓加入大量水中 这个是对的,这个我们在8上就讲过 考试考过很多遍 如何稀释浓硫酸,要将浓硫酸缓缓倒入水中实时搅拌 选项B是对的 选项C,浓硫酸在有光照射时会产生无色有毒的二氧化氮气体 这个是错的 浓硫酸受光照会产生二氧化氮是对的 二氧化氮有毒也是对的 但二氧化氮是红棕色,不是无色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,盐酸可用来清洗金属表面或作为预测清洁剂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教过这件事情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用盐酸清洗燃烧时 就是做相同的动作 用来清洗金属表面 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于各种酸的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浓硫酸在有光照射时会产生无色有毒的二氧化氮气体 最后一节误的无疑 虽然是有光照射时会产生无疑